我們是3.5月的問題 可以說普通話也行 他聽了明白嗎 我們周教授聽網東話已經沒有問題 他回答普通話 我們聽也沒有問題 教授應該是上場的 在休息時 很多朋友都在討論 熱烈討論 所以應該有些回應、交流出現 你可以按前面的按鈕就可以說到 他現在有些意見 報名而已 有些報名而已 很開心地聽到兩位教授說這個很重要的題目 我自己也有一個消息看法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又覺得基本法和人大常委的決定 其實對這個特首選舉 基本上停到一個法律上的關卡 其實不會有太多空間 可以讓香港人說去傳出一些新的方法 為何會選舉有特首 但是其中一個關鍵就是 不關於這個常委在10月29日還可以決定 其實他也說了一句很關鍵的說話 就是這個特首選舉 因為有一個庭園委員會去庭園委特首 主要的方法就是參考這個基本法復建一 那個庭園委員會的組成方式 所以我覺得其實在庭園這個過程 其實我們已經可以說受制於這個人大送來的決定 我們應該就是在focus這件事去提供這些方案 是如何擁有這個庭園委員的更加度 就是有一個廣闊的代表性 要他選出一個特首的候選人 所以從這個角度底 其實在香港有其他人都要提出這個公民提名 雖然公民提名是有它的政治上有的那個角度 就不會說它是不好的 只不過他提出這個方法 我覺得跟人大送來的決定 其實是有少許相互的故意 所以國人都覺得這個問題 是一個很實際的一個可以考慮的方案 這是一個小小的補答 不只能夠認識到這些意見 其實我剛才也說了提法 我也同意一件事 其實是說公民提名的確是比較難 所謂配合得到 所謂憲法研究的設計 或人類的決定 也說沒有公民提名 不是表示沒有一個符合 即是國際標準的選舉 所以我相信最終是一定有公民提名 我所了解 我所接觸的泛民 其實很多都不是覺得一定是一個底線 是需要有的 但我也想說 因為中央解釋法律的靈活性 其實我不會覺得公民提名是必然 是不合法、不可行 這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我也要補充 我自己看到就是 因為有的靈活性 當然很多方案都同樣可以考慮和接受 但是你說如果最簡單 一個方案是不會太多變動 又可以達致得到 都叫做符合得到國際標準 或者是一個真正的選擇 很可能你真的差不多 原用現時選舉委員會 那種的提名制度 基本上有百分之一 現在市區委員會提名 又可以參選的話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看過去的兩屆特首選舉的程度 起碼來說 泛民如果要出了候選人 一定能出得到 香港市民也是很現實的 最後我不會選泛民 但起碼給一個出來 讓我看看他的靜光是怎樣 看看他的樣子 看看他怎樣去 如果這樣計算 可能很簡單 你的變化不用太大 你就是大受原用現時的做法 基本上如果有百分之一 一個委員會的人提名 就等於結構提名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相信 起碼我個人覺得 在這種情況之下 都可以說得通 參選權都沒有受到不合理的限制 亦都可以說不通 你香港人也有真正的選舉的選擇 但當然 如果中央是 另一個案法 我補充了 但我另一個案法不說 如果當中央 我相信 有一個很關鍵的取態 他放不放心 讓法民入閘 如果他不放心 他一定會走這條路 可能結果真的要原地 就要達到原來所說的災難性的情況 但如果是放心 好了 我給你入閘也不要緊 我最多手未換 我最後才不選你 這樣來說 我從中央或建制的想法 可能我未必想 用現有的提名機制 因為現有的經濟 其實對泛民來說 都算是有利 但對建制的人 可能不太有利 因為在上一次選舉 其實建制的人 其實是不有利 因為他想出不來 我們看到葉劉淑儀 和范徐麗泰 很可能會逆逆逆 范徐麗泰不是很明確 但葉劉淑儀很明確 她說我想參選 但她是拿不到 那份之一的提名 她甚至要走來問我 我給她 我給她也不夠 所以最後她沒有找我 這樣也會出現現象 所以從中央來說 既然我給她一份人格 我不如把提名門檻再拉低一點 以致建制的人 她想參選 就逐一揚開出來 如果這樣的時候 可能會走向 我剛才所說 會不會她傾向反圍提名 只需要你事項一個界別 有一定的支持 有一個出道理 就不是去到要百分之一的門限這麼高 如果這樣來說 可能對雙方都有利 法文可能不只出一個出兩個都可以 建制可以不只出一個出三個都可以 至於投票香港人會太混亂 但是我想大家知道 只要有兩輪投票 就沒有問題 你可能出八個也好 十個也好 我第一輪 就由市民去投 剩下兩三個或兩個 然後第二輪投票 大家最早會去選哪一個 又有半數以上出來 這個都可以 這個是我自己的看法 我剛才聽到張當民律師 他提到這個就是說 他也非常認同這個提名權 本身不是屬於要 根據那個普及平等的原則的要求 其實我們也注意到 在社會中討論這個提名問題的時候 有一種觀點 說是這個選舉權 被選舉權和提名權 是個三合一的概念 其實在世界各國 這個選舉制度中間 選舉權、被選舉權和提名權 它是不同的制度案 尤其提名權 恐怕不是用這個民主的標準去判斷 所以我看基本法用的提名委員會 廣泛代表性這個說法 它是有它的道理的 一下美國的這個總統和副總統的候選人 它是政黨提名 你很難說這個政黨提名 就是有多少的民意代表性 是不是 你像法國的總統候選人 他是有這個 一種很特定的個人提名制度 四萬四千個那種代表性的人物 你要獲得有五百個人 其中要分佈在三十個省 它這個裡面我提 我領會了 就我觀察這個就是說 其實現代民主社會選舉制度 這個是民主政治的一種很重要的制度 但是這個提名程序 提名委員會或者提名機制 它不僅不是反民主的 它可能是對民主選舉的對著一種 單純民主的一種糾偏 或者說一種叫做什麼 我們說的這個糾偏或者補證的功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在我理解這個提名委員會的 這種提名程序 它的這個功能主要是有這麼幾個方面 第一個是對這個 現代社會對於這個專業治理人才的一種需求 另外一個呢實現一種均衡的參與 避免這個選舉被一些強制的團體 或者所謂的民粹的壓力去把持 也可以避免這個我們說的多數暴政 另外一個協調一個現代社會的複雜的利益關係 這個社會利益 所以這個提名委員會 它就像一個把香港社會的這個 它四大級別是把各種因素都全部卡了進去 組成一個提名委員會 它的均衡性其實是 你想像不到別的機制能夠比它更好 其實我個人感覺就是 它可以避免這個社會的分裂和矛盾 另外它也可以認證一下 這個初步的候選人 它或者社會精英和代表人士的任何程度 這個是什麼樣子 其實它是有它的好處的 當然最後它要經過民族的選舉 就是選民一人一票 所以它是幾種功能的結果 應該要看到它的科學性和合理性 你如果說這個提名委員會 你單純用民族程序就要知道 它恐怕實在世界各國都不是用這個標準的 所以我就補充這一點 謝謝 有哪位朋友有意見 這位 各位好 各位主持好 我的國語不是這樣 我希望不介意 周教授 我想問周教授有問題 周教授我看到他剛才的講話之中 在5.3那裏提出 相信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 把心扶眾望能力強形象好和愛國愛港者候選人提名出爐 這個我想針對四隻字 愛國愛港 我們見到最近很多香港的所謂有代表中央權威性的人士 例如梁愛詩、前司長 甚至一些國家副主席余正星 經常都說要有愛國愛港的人 要保持愛國愛港的人 在香港長期執政 我想請問周教授 你第一 是怎樣定義什麼叫做愛國愛港 例如周教授或者人大常委 要寫一條明確的法律出來 愛國愛港 你是怎樣定義出來 用實質定義、客觀的定義出來 第二樣東西 我相信第二個問題 可能很多人都說愛國愛港 愛國愛港 就是等於愛共產黨 我自己 我自己 或者大家如果看回近代的中國民視 很多時候 愛國愛港 就 問什麼叫愛國 就是 國的定義是很靈活性的 例如說 比如今天 林彪副主席 是沒有說 沒有主席的親民戰 可能第二天 已經被人反光閘 可能有一天 趙紫陽是 黨衆書 第二天已經變成反光閘 所以 所以香港人仍是一個模式的香港, 香港人和我都很認真 所以我有一個問題就是, 怎樣定義為愛國愛港 怎樣可以不會令到這個定義, 亂搏龍搏 今天是愛國, 明天是走狗呢? 謝謝你 謝謝你的提問 我理解愛國愛反 我想相信可能每個人可能會有自己的一個理解的標準 當然我們中央政府也有它的判斷標準 這個香港的市民也有它的判斷標準 這個就是說就它的實質內容來說呢 可能每個人去談這個愛國愛港 可能都有它的一些想法和它的一些標準 不過我覺得就是我們要看到這個愛國愛港 就是提出來的它從政治角度 從結合普選的這個特定的預期來說 它有沒有一個確定的標準 我個人認為呢, 它還是有一個確定的標準 就是, 巧巧楊主任他在今年三月份 他在定義這個的時候 他就說到很明白地說 就是說與中央對抗的人不能做特首 他把它換來一個說法 就是說, 我不是說愛國愛港的 你可能實體的 你到底愛不愛黨啊 愛不愛國家 還是愛是一個法律上的國家 還是文化上的國家 還是地理上的國家 這些恐怕都會有很多的爭議 但是有一點與中央對抗這個標準 恐怕是有一個實質性的標準 我理解的就是說 因為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的選舉 它是一個非常特殊的選舉 首先它是個地方性的選舉 同時它是又在一國兩制的這個框架下的一個地方選舉 這個世界上卻是你找不到一個地方性選舉 跟這個能夠類比 同時呢, 我個人認為 說不讓與中央對抗的人當特首 其實它不是個法律上的道理 它是個政治上的常識 為什麼? 你說我們說看美國選州長也好 或者選總統也好 它怎麼提名都不會提名一個要把美國搞垮的 跟這個國家體制對抗的人 它不存在這個問題 它法律上不需要寫 它不可能提名這樣的人 它的政治文化 它的制度環境 它的選民的這種 或者它的判斷力 你都不可以想像會提出這麼一個人 所以我覺得呢 當時在香港呢 你說作為一個地區性的選舉 又是一國兩制 它是有兩制的嘛 社會主義、資本主義 這兩制 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 世界各國都沒有的 這麼一個先例 所以我對地區性選舉 你怎樣避免 產生一個與國家的主體力量對抗的 這種一體力量 這實際上就是這個普選要 特別要認真和謹慎對待的問題 小平同志曾經說過 九七年以後 香港有人罵共產黨 罵中國 我們還是有意思防罵 但是如果變成行動 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制下 反對大陸的基地 那就非干預不可 我理解這句話實際上是說 你可以不愛國 你可以不愛黨 但是你不能去有一種 反對這個國家的體制和推放 執政黨的這個行動 當然在香港這種特定的選舉速度下 你比如說 你總是有一些人他支持你 你有一定的社會基礎 那你可以去做議員 但是你不能做特首 其實這個在政治上 我覺得這是非常淺顯的一個常識 那麼我們看在法律上 有沒有依據呢 其實也有依據 基本法規定 特首是要一個雙重負責制 對特別行政局負責 也要對中央政府負責 如果你是一個跟中央對抗的人 你怎麼對中央負責 中央政府也怎麼會認命你呢 我覺得這是一個ABC的常識 如果在任務上發生爭議 是沒有辦法的 但同時我們也看到 確實在法律上 你也很難去把它寫進去 怎麼去鑑定它 所以蕎晴陽在三月份的講話裡面 他說他是相信香港的 他首先相信經歷委會的判斷 同時相信香港的選民也有他的判斷 最後他說中央也有他的判斷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 一個就是說很藝術的一個說法 所以我覺得吧 中央說是與中央對抗的人不能做特首 其實反過來說是 對於不與中央對抗的人誰能做特首 中央是沒有報任何特定的意圖的 就是說不與中央對抗的人 只要是不與中央對抗的人 你香港人認為他可以做特首 這個都OK 就是說中央並不想去控制這個普選的結果 是這麼一個 但是他要避免一個最壞的那種結果 就是與中央對抗的人出現 這個我想任何一個 單一式的國家中央政府 這是不需要講的一個道理 但是在一國兩制的香港地區的選舉 他確實也是一個必須要講明的一個底線 所以我覺得吧 中央表明這個態度 實際上是說像提名委員會 向香港的核資格的選民 表明中央的一個態度和立場 也是向對抗中央的那些人士表明一個立場 當然我相信 中央相信提名委員會會做一個正確的判斷 也相信香港的選民會做一個理性的選擇 在選舉過程中 任何報名參選的人 能不能入場 我覺得關鍵在於他的個人的素質 他的行為 社會對他的接受度 中央應該說不會去控制 也無法做這控制 你這個一旦選舉展開 就是選舉自身的規律去控制這個結果 但是我覺得中央表明這個政治上的態度和 底線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為如果出現這個結果 對香港的繁榮穩定 對中央和特區的關係 所以我們內地人看 顯然是非常糟糕的一個局面 所以我們也不希望出現這個情況 現在不是說是誰能不能入場 這些問題我覺得都還不是 這個層次還比較低 我如果上上這個層次來看的話 這個問題可能比較清楚 所以實際上說你可以不愛黨 你可以不愛 你可以不愛 你可以不愛一個特定的這個 這個政府的某個政策 但是你說 天天說要推防黨 推防聖體制度 這個恐怕 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會不去的 我說句實話 我們也跑來很多國家 我們也來香港 去上來 因為香港我也以前 回歸前也在這個工作過 就是市面上你看這個 就是說有人講一句話 是全世界罵共產黨的書記 最多的也就在香港 這個話 不知道香港勢力有沒有一種看法 我們可以在美國 可以在任何一個國家 就一個地方 把中央政府的 有沒有這麼多宣傳進行 當然我覺得一國兩制 它有它的包容度 實際上中央對於 你罵共產黨是更允許的 都是有包容性的 喬想上主任我覺得 他那句話 講的還是非常理性的 但是有一點 你要做特首 你要做一個 與中央特區聯繫的 一個代表性的人物 你要對中央負責 你要對特區負責 這樣一個人物是絕對不允許 中央負責 我相信這句話 這個是一個ABC的嘗試 我想不需要去更多的解釋 就是說 所以我覺得如果在法律上來講 就是 遵守禁謀法的人 我可以說是一個愛國愛國的人 違反禁謀法的 就不是一個愛國愛國的人 如果法律上有標準的話 就是這個標準 Então你們去看 如果會日本是他的 行為 他的言行 他是否復活 Fund法 我覺得至少是一個底線 以 juego法定的分明 是屬於一個黑名單的黑吾呂 余洋媒是黑吾呂 李全民是黑吾呂 或者陳芳安生是黑吾呂 可俊人是黑吾呂 篩走這條魚餘餘 這裡有一千個人 這千個人是德士愛國愛黨的 愛國愛國的 篩走這班人才 這樣就全部將提名權開放給人 那就這樣了 因為你已經訂了這班黑吾呂 扣上了帽子 那就一千點光光 這樣才是一個最實際 最自從的方法 謝謝 我想這個不是在基本法的前計 不是在選舉制的前計 這個不可能是這樣做的方法 因為特朗普選 你剛才說得很清楚 他相信了 提名委員會 都相信市民 但是一件事 未必在那個階段會進行 但是任何官員 任何候選人 都有一種品格審查 我就是在某個街上進行 但是不是在說 黑吾呂呂 你不准提醒他 不是這樣設計的 同一道理 你能夠在制度設計上 我講了很多次 不可能 一定要某個人進行 除非在發言時 劉乃強一定要做參選 要做候選人 或者劉乃強一定不可以做候選人 除了這樣寫 但法律上不會這樣寫 所以這件事是不會存在的 我講過這件事 我相信愛國愛港 這是一個政治的術語 不是一個法律可以規限的條件 很難把它打成法律 但我也會留意到 例如趙宇洋主任他 三月講的說話 我已經在讀 中央的官員的表達 都是留有一手的 意思是 那些事情未必一定是 一定沒得談的 例如我看回 第一來說 我留意 第一來說 他開頭的表達 他都說得很清楚 因為我今天要上來講話 又聽到你們都會問我這些 所以我之前那晚 我們想一下有什麼要講 他前次也說到 這件事不是我之前 中央已經授權 我要講些什麼 即是他要表達到 他有些個人意見 當然大家明白他的身份 你不可以當是個人意見 即是說 另一件事 在愛國愛港 他都強調 中央決不會容許 一些不愛國愛港的人 做特首 他都留了一手 就有難性 究竟所謂守前門 還是守未門 他是留了一手的 他從來沒有說過 或者因為這樣的表達 就一定要守前門 就一定要在參選的時候 都一定不給你 他就說你不可以當特首男人 這些 如果你說守未門 我相信這個政治現實 他講不講 你都要接受的 我也很難想像 中央最後會任命一個 他覺得和他是對抗的人 去當特首 因為政治上 尤其是甚麼設計都好 我們接受都要有任命的一關 這個我們很難想出現 當然 現在我想 政制改革的十字路口 就要中央去最後 去決定 是否放心 即所謂守前門 因為如果從我 一直留意這個解讀 一個中央 發表中央的看法就是 始終是要百分之百安全 所以百分之百安全 要守前門 即不想出了一個 他覺得他不太認受的人 去有機會選 甚至選的過程裏面 表達那些事情 可能中央尷尬 或者真是萬一你選了出來 那我要不任命你 有時將政治站放在中央那裏 這是一派的看法 但當然我最近留意到 有另外一派 我想另一派 不是說法文那裏 是建制那裏 另一派的提提法 都覺得這樣做行不通 如果你打算百分之百安全 只要令香港整個政局 百分之百分不安全 因為你官不到下去 你不去給真正的改革 你不給真正的改革 一定承諾威嚇十年 是可以有真正的選舉 補選 如果最後因為你訂的方案 正如真正所說 大家明顯是不可以承受方案的時候 大家會覺得 責任在中央那裏 你訂一個是會有西線的方案 所以我看了另一派的看法 就真的不要搜錢管 另一方面你選一個香港人 他不會不必選一個 和中央對抗的人出來 萬一出現這個萬一的時候 你仍然都可以用一個實質任命權 去和任命去 這是另一方面 我相信這個十字路口 最重要是看看 中央是接立哪一邊 我當然希望接立後者 接立曾鈺誠 他們現在對他們各種的說法 因為我覺得 唯有他走這條路 你甚至有機會談得到 那次計算他隔我 我相信他願意不搜錢管 其實很多方案真的有得談 究竟你有沒有公民提名 或者怎樣 或者是幾分之一 或者是那位 或者是界別 需要不需要重組 那些細節的事情 是絕對是有得談的 但如果他是願意搜錢管 我自己看著 真的看不到有什麼機會可以通過 而只會繼續更加幫忙 張教授 我作為一個純粹小市民 牛頭角純粹 是很簡單的 今天林彪是 林彪副主席 是我主席的陳文戰友 第二天他即時在林彪反黨集團 今天是趙紫陽黨總書記 明天他已經是第一 第一反中央的人 我們最近一次投手選舉 他首先有這麼多個議題委員會 有這麼多富豪身相 為唐英年背書 原來他發覺出了這麼多 有這麼多籌文出來 今天也有很多富豪 民建員 全都為梁振英背書 選完出來有這麼多籌文 所以我很懷疑 你選擇來選去 中央 那幫提提委員會 已經選了三屆 三個不同的人 三個人 我相信 在座各位 一個人不敢說 是說 香港人是會議的 亦是目瞰香港人有認受性的 你選擇去 有愛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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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定義不能力 他與中央對抗 中央不能與中央對抗 我們在見過這麼多歷史 最近的近代歷史就是 可以隨時 今天 隨時的定義可能會變的 我只是純粹想問 就一個普通的小事問 我只是想一些很簡單的結果 是定義是清楚的 那張投手 不是這樣 即是 我仍然都是 說沒說去這麼久 就不純粹一個普通小事問 我都看不出 有些甚麼可以比較 是 叫做Certainty 叫做穩定性的多一點 多謝你 是 我姓姐 我想不到今天 有很多想聽到一些 說愛 愛國愛港的 其實 最接近說愛的法律 我相信 在家事法庭 那些 最說愛多一點 小孩 欠子女 在家事法律 都沒有說什麼 愛 她說 媽媽的小孩多一點 還是媽媽的小孩多一點 就變成了扶養權 法律就是一個定義 就是法律式 要達出來 誰能夠給小孩最佳的福利 或者利益 就配給父母 或者媽媽 而剛才認同 周教授說 那個行政長官 我會說 行政長官要對中央政府負責 要對香港的行政區負責 就是這樣 說愛那個弟弟 法律都是說 是有家長的責任 對於小孩而已 所以那位先生要求 說有一個愛 我不要理會愛國愛港外的小孩 說愛你的人 法律都定義不到 是沒有的 客觀一點 就說你有責任 去對你的 或者簡單 一個人 對你的人民 或者一個香港市民 要有責任 或者呢 而在裡面也有些因素 有類其他 剛才說對抗的問題 你不可以傷害小孩 就是好像 可能就是說 你要愛國 愛國 不可以中央對抗 或者你不可以對市民的利益 或者小孩的利益 有些傷害性 可以說是叫對抗 所以 那位朋友說 要求有一個定義沒有愛 我相信法律上真的做不到 或者用GAS法律 最接近愛出去的問題 好了 法律這麼多年都解決不了什麼 我可以不怕政府 但是呢 亦都 我說不怕老婆 你說怎麼怕老婆呢 我不懂得說 只是說不怕她 我很感謝各位 張教授 先頭你說過 人大委員會裡 演繹這些GAS法 是很夠彈性的 那我首先說說第44條 那她都由日本40周歲的人做 那她可不可以演繹 由35周歲的人做呢 我相信是不可能的 正如在45條1那裡 說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這句我看來看她都不夠理解到 中央人民政府 不任命 即是我在這個45條之下 那間港法律政府的領事長官 是由香港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 中央人民政府是必須任命的 在這句之下我看不到 如何授權這個中央人民政府 不任命的 她自己寫下去 那張教授你說 香港人會很聰明的 不會選擇一個 對中央對抗的人 或者中央不喜歡的人 但是張教授 我相信你知道 我們香港有個議員叫長毛 有個叫大狗 他們都是高票當選的 那梁國正這些人 不會高票當選的成長官呢 那張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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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我講到 好像有彈性 當然我同事所講 彈性都要有一個限度 你不可以有 即是說 你舉了兩個例子 如果40周歲 當然它不可以彈性 演繹到35周歲 這個我同意你的 這正正是我剛才發言的重點 所以我看回第45條 我講的所謂彈性 當然它不可以說 這裡說要有一個 提名委員會提名 你可以整個提名委員會提名 沒有了 這不是我的說法 但問題是 甚麼叫做 由這個提名委員會 按文字程序提名 那個演繹 那是很大彈性的 那樣東西 少數服從多數 你可以有其中一種的演繹方法 但這絕對不是第一的演繹方法 如果我們在演繹那裏 背後如果我們理念 其實民主程序 背後是能夠達到 一個真正普選的目的 你這樣去演繹 你這個民主程序 自然你不是 就單單用過所謂 使用多數的方法 我想講講彈性 就是說 在這個空間之下 其實中央的靈活性是很大的 我舉了幾個例子 你看到國籍法的彈性 是怎樣演繹的 你看到 三部曲變五部曲 它怎樣可以補充 多兩部曲出來 這個是可以做到 怎樣我講到 上一次演繹改革裡面 怎樣 由六十席加到七十席加到十個議席 那裏原本講了 五席是直選 五席是功能組別 五席的功能組別 可以變成全港市民都有權投票 選舉的功能 即是超級區議會 你看到這樣的彈性 就只有中央可以去做的 至於第二個問題 你說長毛那裏 當然先要分清楚 我們選長毛是選他做議員 還是選他做特眾特首 現在選他做議員 現在比例代表制下 其實長毛也有了十個百分之之之下 他從來沒有得到全個百分之五十的香港人的選票 這些選特首 以錦濤紅 即所謂立法會選舉 比例代表制下 那個門檻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沒看到暫時 我真的看不到現實 香港人會有超過一貫人 會選長毛或幾多宇民在做特首 坦白說,現在我都看不到 香港人會有超過50人,會選擇余若薇 因為我們坊間會問 跟建制、建制都問 如果今天曾鈺成對余若薇 你猜香港市民會投誰一波 我相信藤蔥鈺成多 說得特首,不是任何惡意 因為香港人很討厭得分 究竟你那個人,我選出來做些什麼 中央可否任何惡意 但我已經說到,這都是正義不判斷 可能是錯的 假設你真是讓余若薇出來選 而最後余若薇真是贏了曾鈺成 贏了其他人,曾英也好 那怎麼辦呢? 我相信是這樣看的 若中央之前已經表態很清楚 我不會選余若薇的 我相信余若薇會低 但如果假設中央這麼清楚 說明余若薇不愛國愛國 你們不要選他 香港人仍然有百分之五十的人 會選余若薇 代表什麼呢? 代表中央和香港的權力和分裂 嚴重到一個地步 已經不是選余若薇的問題 而你選誰做族手 都很難換到香港 我相信這個情況出現 後來處理的根本問題 為什麼? 如果中央這麼清楚 說明我不喜歡余若薇 那些人還要選余若薇 這反而是一個政治面對考慮 那一面的情況 我相信是不顧其微 但如果真的出現的時候 你的政制如何去改革 尤其是西走若薇 你選了其他兩個 其他人都管不了香港 因為要香港進去的地步 中央和我們進去的地方 這是我自己的看法 當然另外一點 我自己也想帶出來的 因為現在經濟改革 要基於一個信任 因為現在出現的情況 例如剛才那位朋友都說到 其實香港人可能對中央 有很多事情是不信任的 亦都對中央可能有些做法 因為大家在國際之下 我們大家的思維 我們大家的認識 是有一定不同 我們看到 譬如說 國內怎樣對待某些違權人士 也好 好了 香港人未必是會認同 這個真實 亦都有不信任 但我反而想買出 其實某程度上的不信任 未必是壞事 如果大家去看 基本法為何會產生 為何會有中英聯絡聲明 一國兩制 坦白說 是基於不信任 如果信任的時候 當初不會是一國兩制 這是真實 但我提出 不信任 不是表示互相對抗 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有時候 就像外國的社會 民主社會 很多的設計 都是基於不信任 就是因為我對中央不信任 所以我才有三權審立 美國都沒有說 我又因為對人不信任 所以我才不能給一個人 可以有一個有效的監察 所以香港人說 對中央不信任 當然這個人 我也是有些現實 當然不是那個不信任 有些人比較信任 有些人比較低 但本身未必是差 但我希望香港的發展 你可以保存你的不信任 以致你多些監察 但就不需要演變成一種對立對抗 我不可以說他這條文 但有很多信任 因為我們很多事情不同 我們可以有不信任 但我們不需要去對立對抗 我們一人談 我一人會監察 這個我就是希望帶出 我就是希望走這一條 如果中央都會接納到 香港人對他某程度上不信任 未必是一條壞事 這就是更加大家要去相處好 去說服你這個信任 我的情侶是要監察我 讓我以致 我不會多人抱他的權力 謝謝 謝謝主席 我再做了很多個律師 所以我想我們都應該說 那些法律的概念 愛與不愛這些癡情說話 在家裡亂說 我覺得這個問題 就是張教授 剛才你說的 就是《基本法》 有一個很靈活性的惡概念 令到中央可以很靈活性 來理解對面的情況 其實作為一個《基本法》 高層次的法論 是否應該有一個靈活性 譬如好像加拿大或者美國 他們的 他們這一方面的法律 是憲制上的法律 都應該有靈活性 如果沒有靈活性的時候 可能很多的理解 就會框死了反應的發展 還不能夠適應到社會的進展 但是剛才我聽你說的 你好像認為這個靈活性 是一個值得被批評的問題 為何會你覺得是一個值得被批評的問題 可能我表達得不好 我從來沒有說過 靈活性一定會被批評的 靈活性的這個字眼 當然也有一個相類性 靈活去到甚麼程度 剛才我都說過 即使在《基本法》法制之下 其實我們的法院也說 他們解釋憲法 都有一定的靈活性 所謂living tree 即是說個角色可以生長 即是可以超越了原本制定時的 草耳的人的立體法 當然我自己也認知 在《普通法》之下 解說的靈活性 相對來說 沒有中國法制之下的靈活性那麼大 因為他們的靈活性 可以透過《解說法》去補充法律 而這件事 在香港的解釋法律 就是解釋法律 而不是去補充法律 要補充法律 要透過立法者 從身體去寫 我在香港比較 是說 在國內那種法制之下 靈活性 在《解釋法》裡 它是高於補充法律 那你說誰好誰不好 這個可以是見仁見智 但我反而覺得 在《一國兩制之下》 可能正正 整個設計就是這樣 如果說到特區內部事務的情況 一些我們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 即這些法律規定 你問我 我是不想 香港去走國內那種 這麼靈活性的現役 即可以解釋 因為基本權利 寫得很清楚 我們就想跟回法律政策警察 知道我保障不一樣 我就不想太多靈活性 譬如 你看到 我們的基本權利 和中國憲法的基本權利 你看到字幕上 只差很遠 中國憲法裡面 都保障了新聞自由 結論自由 甚至是保障了 人民可以批評政府的自由 當然它演繹的靈活性 可以令到這些自由 在香港的角度看 就不太實質 即是不太實質 你真的有的 你可以照顧 說你是妖言國家 當然他們另外一個問題 有一個顯示 我直接在法院引用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我想說 在英國兩者之下 如果對於我們內部事務 對於我們的居民權利 我就寧願用回普通法之下 那種比較多一些所謂的制約 那種演繹 它不是無能力的認繹是低的 但你說對於現在政制改革方面 第一 說我們接受的現實 最終解釋權是人大常委 不是香港法院 所以我們不可以只是保障法國套 但是另一方面 因為是人大常委解釋的時候 我所認知中國的法院 它的聯繫性是高了一點 所以在這段時間裡 我可以解釋過 它可以連繫解釋到 最終是人權利的設計 可以是符合國際公約又可以 符合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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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個大陸法系 是一個成文法系 所以它要在這裏解釋的時候 它要一次過解釋很多東西 一次過了解一下就走到很遠 所以其實是大家的傳統應付方法有不同 其實我認為兩方面有良好性 不過其實我再說回我的理解 我覺得張教授的意思是很容易 他說最好大家還有得談 如果是死板板就不可以談 其實這個意思都是想大家談下去 其實我們香港沒有一個人 現在把江老說法 大家其實都想有一個誠意向前走 在這個誠意之下 或者某些事大家都要某種妥協 妥協就不多 黃小宗就不得死板板 都是有些靈活性的 但問題是靈活性在哪方面來 哪方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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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探討的時候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真的很簡短問張教授這個問題 剛才張教授提到 其實整個今次我們這個座談會的題目 提到基本法項特首選舉 剛才你給了我們很多思考的題目 你提到一個關鍵的問題 就是說其實是那個普選 國際標準的普選 就是我重點想問這個問題 本來我其實都有其他回應 所以我想聽到你剛才提到ICCPR 裡面的25條縣 如果你看到基本法39條 裡面就提到ICCPR 原來適用於香港的 就會繼續在特區適用 我想大家在說普選 也都以基本法為基礎的話 我想要回去看第二款裡面 其實中央有沒有答應過 或者在基本法裡面有沒有寫到 其實是按國際標準普選這件事 很明顯沒有這四個字 如果沒有這四個字的情況下 剛才張有償你提到25B這條款 其實在你的學術研究 或者從法律上的分析 它在香港的用性是怎樣 謝謝 謝謝 我只是說回外國的看法 其實如果看回兼法措施的過程 我只是說 聯絡聲明就是沒有普選的 只是協商或者選舉 而所謂選舉 其實當時中國那種選舉 大家知道那種選舉的模式是怎樣 它都是選舉 它有很多的差距 那種選舉的方法 而普選這個詞 其實不是中國法制之下的一個名詞 為何後來 即使草擬的時候 會加入普選 即是這件事 以當時來說 對大家普選的理解 基本上是用著 所謂國際實行普選的理解 因為它不是擺碰選這個詞 它用完文選 它不是選舉 選舉的時候 你真是咬它不入 它的選舉 可以是很不民主的選舉 它是選舉 也可以實際成這樣 都是中國式的民主選舉 它有它那一套 所以如果你們重回 即是當時的 還有你看回 為何整個設計裏 它會說 按實際情況 循序戰爭 最終達至這個普選 其實整個設計 我相信你給它清楚 那次草擬的時候 那次講到普選 就是一人一批 即是各國正義 那種表演的選舉 要不然你不需要這麼多 那你屬於可以說 現在是補選 要你不用國際標準 就是補選 你現在可以 可以 可以 沒有補選 所以 當然另一件事 ICCDR也不可以分量 就是 因為大家記得 就算中國自己本身 雖然它沒有正式 但它已經在30年前 它已經簽署了 這個ICCDR的公約 換句話說 從中國的角度 基本上它都會接受 這套的國際標準 當然我知道 有一個爭執 就是 因為ICCDR有25條 就算在英國管治的時代 它都有reserve 因為它是保留了不適用的 這是分別 所以 你不可以說 現在 ICCDR已經適用 你說現在的社會安排的違憲 我相信 這套法院 是沒有 法官不會這樣做的 因為那時候是reserve 但是 它reserve 而不是表示 到達至最終普選的時候 這個標準就不relevant 即是不適用的 其實 其實ICCDR只是類似 以quadify了 即是基本上 普遍各社會都認可的 一些普選的基本原則 所以就是 你直接引用ICCDR也好 因為它已經反映了 即是要做大家 全世界的人 對普選的understanding也好 其實從兩種角度去看 當我們說 現在最終要達至普選 如果你說這個普選 是不需要 根據ICCDR的規定 你可以令到參選權 是可以不合理地限制它 你可以令到選舉權 不是平等的 等等 這個我相信 真是 怎樣說 你都爭論 這是普選 你不如說 現在的普選 甚至2017年 即是有普選 這個可以看到 所以關於我 還有一條 因為這 不可以 請 請 我只想問一下 周平鶴教授 我對於剛才說的 ICCDR 周平鶴教授 你講 為什麼 那個45條 如果是公民的提名 就會違反這個基本法 這個絕對 我聽得明白的 張達銘教授 就會有講 ICCDR 25條 究竟 這個是不是一個普選 現在45條 如果真的要保留 這個提名委員會 我想問一下 周教授 你覺得你的演繹 第45條 要有這個提名的委員會 要經它提名 才可以讓市民選 在你的意見之中 這個是否合乎 第二個ICCDR呢 好 謝謝你的問題 我不能用短的話回答 我用短的話講 就關於這個 就是普選國際標準 還有就是大家說的這個 公民權利 政治權利公約 其實我也研究過這個問題 我首先想表達一個觀點 就是 我其實不太主張使用 國際標準這個說法 因為我們研究 比較選舉制度的角度來看 就是 這個公民權利 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 我覺得它提供的 你去看它的表述 其實不是一個標準 我認為是一些原則 就是一些比較 包括它的一些合理限制 這些都是比較模糊的一些表達 它是容許帝約國 在本地立法 在本國立法中 根據你的國家的具體情況 去具體的設計你的選舉制度 如果是一個國際標準的話 我相信全世界的選舉制度 都是一模一樣的 就像我們說的 這個自行車 汽車 什麼手機的什麼標準 它一定是個通行的東西 它沒法改的 但是標準是不能改的 但是原則是可以 有原則性 也有靈活性的 所以我始終覺得 像世界各國 包括參加那個國際人權 就是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的那個國家 他們在設計自己的選舉制度的時候 它也是盡量既符合它的原則要求 但又符合本國的實際情況 這個否則的話 所有地域國的標準應該是 選舉制度是一樣的 但是我們看到的實際情況 確實不一樣 你包括提名制度 那各國就是五方八門 政黨提名的 是不是 也有允許一個 特定的什麼團體提名的 允許選民提名的 或者議會 或者政黨 或者選民都有提名的 各種方式不一而主 所以我們說 如果它是個標準 那就每個都是一樣一樣 可以拉來 其實不是這樣 所以用標準 我不太主張 我覺得有誤導 誤導之間 其實用國際普選 普選的國際原則 恐怕更合適一些 可能更準確地表達 這個特點 另外我也 我也看到這個 就是所有國家 包括那些實現普選的國家 他們實際上 既要遵守 或者說就是 加入這個條約的這些國家吧 它既要遵守 關於普選的 一般的國際原則 但是同時呢 他們又都是用 本國或者本地立法 去落實這些原則 所以說最後 然後回到香港的普選來說 按照基本法 和全國人家常委的決定 按照提命委員會的提命制度 來落實普選 我認為它是既符合 國際普選的原則 它也符合世界各國 用本地的法律 本國的法律 去落實普選的 這做一般的做法 我的基本關就是這樣 謝謝 謝謝 我先回應一下 周教授所說 究竟用標準這個文字 我沒有什麼意義的 因為這個文字上 大家可以選擇這個文字 我用回原則 但我同意的 正確是 這是一個寬的原則 就不會壓制規定 每個國家 一定要用同一套的方法 這是我沒有意義的 但當然要小心 這個原則 並不是表示 有原則等於沒有原則 即是每個國家 可以自由到 什麼制度 都說符合這個原則 也不是這樣 而其中一件事 很多人說 什麼叫做不合理的限制 當然是有一個規模 什麼合理 什麼不合理 但也不是完全沒有規範 一定如常作為公道自在良心 為什麼這個設計這麼重要 不合理的限制 即參選 不會是不合理的限制 就是 因為整個提名程序 也不一定 如果符合這個原則的話 它的提名程序 目的只不過是去facility 即是幫助 讓選民可以選到一些有實力的人 那種提名程序 當然是他會篩走一些 根本是沒有人會支持的 所謂的facility 即是那類的 令到選舉是很混亂的 但如果他的提名程序 設計你 是要篩走一個 有一定民意認受性的人 不讓他選 因為中央不喜歡 或因為政權不好 這就是違背的原則 所以我經常看 究竟提名委員會的規定 會否違背這個國際原則 就看看你的設計是怎樣 它可以符合 亦可以違背 如果設計的目的就是 最後想篩走法蘭的後選人 或者容許他去篩走他的時候 這就不符合 因為政治現實就是 香港人喜歡好不喜歡就好 連年的選舉 法蘭都差不多有一半的人 是去投法蘭那邊票的 如果你說他們 一個後事項目出來選 被人投一投票都不行的話 這個設計肯定是 我不合理的限制 但如果你的設計不是 你會的目的是 facility 到 以至是有些有受力的 有些不同的樣子 可以出來給香港 然後可以選擇 不根據政見的時候 這個實際上 不會完全可以符合到 國際標準 我亦都說很希望 跟著政制討論改革 大家去纏住 是怎樣令到 我們每個肯定 是可以符合到 這個國際的原則 或者標準也好 令到最後那個事舉 是一個真正的事舉 就不是說我選擇給你 自己在那裡選擇就去 剛才張大明先生的 我想補充一點 自己的一個小問題 就是他提出這個 就是如果篩選手 發明的人 這個恐怕不符合這個標準 我的看法是 提名委員會的民主程序 當然現在不知道 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具體程序 如果他真的達成公司 是一個符合民主原則的一個程序的話 那麼根據這個原則 根據這個程序 提名的人 我個人認為 只要根據這個公認的原則 提名的結果 我認為他都是符合那個國際原則 而不只在說 如果根據這個原則 最後發明的人沒有 他也不符合 我個人認為 我不接受這個結論 但是如果是根據這個原則 他也選出來了 也提了他 我認為是可以的 或者說沒有選出到 我認為也是可以的 我認為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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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每次都很熱烈 這次都更加熱烈 我覺得這樣是不錯的 即是說很理性地討論 不妨是不同的思想和教訓 我們時間到 這次揭促 挺好之前 想提醒大家 首先 再加一個文卷給我們 希望下次幫助我們 做得更好 第二次就是 這次法界的朋友 我們成功申請了一個CPT 是有三分的 所以再加一個卡錄給我們 是有三分 拜拜 下次再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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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